纯情的人 他是纯情的人 林生他的台词太难了 他是一个表面上很毒舌 但是内心呢 可爱的人 一个眼神你就能让观众体会到 你想表达什么就够了 现在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因为有这么多机会找上来 你不好好抓住 怎么能心呢 我最近的状态就是最瘦的时候 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的反应 都是比较认可的 这是让我非常惊喜的 祝大家在 虎年 虎虎生威 发大财 哈喽各位系课的同学们 老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你就是少林心理咨询所的合伙人林生 是的 请公主者在电声为林生 回答关于林生的 需要或许问题 别看林生表面冷漠 其实是个套路 对 刚才明明是你的催眠我 最好却被我牵着皮子走 因为他学心理学 而且是天蟹座 表面看起来非常沉稳 波澜不惊 但是啊 对于不同的人 他处理方式内心一招一招的 早就计划好了 林生就是新手的嫌弃教育 好 有吗 其实剧本给他设定是挺高的 一个教授 又是教授的老师 然后又是心理学的专家 我其实不想把他演得那么高了 其实人嘛都有这种七情六欲 可能这个眼神比较到位 或者一些小表情 大方向可能是冰山男人 虽然没有说 但是其实纯情的每一个镜头的心理活动都非常丰富 对啊 心理活动很丰富不代表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非常厉害的人 表面上都是看不出来他的内心任何波澜 不能让别人看看他这个纯情 纯情的人 他是纯情的人吗 好像是的 关于现已不见的 会问你一天 之前两次问过的伤同的问题 然后以你现在的答案进入一个对比 好的 你最喜欢这件的哪首歌 夜曲 可以一下歌 变得更快变得更年轻 变得更有天变得更快乐 你要怎么排序 帅 年轻和帅必须得排到前面 快乐排第三吧 年轻又有颜值 那我就很快乐 哈哈哈哈 笑死 主攻剧什么什么 根本不可能 那我再叫一次机子吧 笑死 龚俊 唱歌 好听 根本不可能 是不是 我当时我记得 大家都说我唱的好听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好听了 笑死 龚俊 唱 rap 好听 根本不可能 这几个新的 赖的 你说过 城市花园里 在这里的韩业有些不方向 就是对亲近的人很温柔 在这次的场合就比较冷 只不过是在古代和现代的等分方式不同 因为韩业复原松自而后行的特质 那么林诗 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她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 然后浴室一点也慌 她的做事风格和韩业比起来 韩业她心中苦太多 她很多事情想表达 但是也不敢抒发出来 林声不同 她想说的 喜欢女主就去表达了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古代和现代的区别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表面上很毒舌 但是内心呢 对女主又照顾得非常细致入微的这么一个可爱的人 可爱的教授 可爱的老师 可爱的心理学专家 收获很多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单元的案例 有相同的困扰的同学们 可以来多多看一下我们城市花园 可能会对你的心理上 或者是对你正遇到这种困惑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其实实在拍《沉睡花园》那段时间 我是连周转的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太多了 《沉睡花园》之前接了很多工作 都得去完成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累的 而且林声她的台词太难了 这些都是专业上的术语 也不敢错 一个字都不敢错 临床催眠的目标 是将催眠相关理论与技术 用于改善心理和躯体困扰 以增益个人和团体表现 我每次看到有教师 第二天是教室的紧 我都特别头打 教室的紧都是很难的 私欲专业俗 在你出演的角色 这个记者有没有哪家 让你觉得特别特征 特别打工你的 那个私生饭 呼吁大家不要跟车 不要跟到我的酒店 也给我们一点空间 谢谢 那你有没有学到一些关于心理学的小套吗 什么方式给有效的减压 或者什么方式给有效的缓解焦虑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缓解焦虑的方式有很多 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来分散一下注意力 比如说这件事情正在困扰你 可能实在是现在目前为止 想不出办法去解决 那你可以约约朋友啊 因为剧中也有提到 找一些玩得好的人 去吃吃饭 看看电影 让自己放松一下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 还是建议大家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如果有些焦虑的情绪 积压在心里面 积压久了的话 可能真的会变成一种病 那你会焦虑吗 肯定有啊 每个人都会有焦虑 但是怎么去抒发它 就因人而异了吧 你之前的生活平台上说 起床了吗 我已经开工三个小时了 在这么高密度的工作下 还能这么自理想 这样你自理的好酒吧 是怎么样 这不就是第二天出通告 我得提点化妆吗 工作嘛 接了工作就得好好完成啊 但是你一直都很整理 从若昂到现在 吃在饮食上没有那么自律 也是因为我最近的状态 就是最瘦的时候 所以我没有太去克制 这个油脂 称体重啊 都把我惊呆了 然后就吃的可能也 稍微多了一代 但是还是没有长体重 你现在很开心啊 这就让我有点奇怪 但最近没什么时间健身 让我有点困惑 对 因为好几个肌肉 在三个肌肉 或者是中肌肉 有不同的肌肉 不同的肌肉 不同的肌肉 所以她说都是有一些挑战性 你之前说过自己不是 她是爱你出戏的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怎样续续地转换 然后从这边就当心去了 出戏这个东西 因人而异吧 每个角色 那个结束的方式不一样嘛 有些角色可能 他就是很苦的 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生长在一个很苦的环境 或者是有一些压抑的事情 不能出发 那可能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影响得比较深一点 怎么出戏有这些处理 我们就去做自己喜欢做事 我就比较喜欢开车 比较喜欢去自家用 像之前安乐传拍完那部戏 也没什么时间去 第二天正好有个三亚的工作 可能休息了一天 去还了个月 我这个人还好 因为最近我觉得是我的上升期嘛 多拍一点作品 现在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因为有这么多机会找上来 你不好好抓住 怎么能行呢 我想问一下公众平时会观赏一些好的表演 不是说一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表演处理 比如说你在看电影或看电视剧 中外的都可以 我最近又重温了一下汉尼拔 我看了安东尼霍普金森老师 他的那种表演方式 因为和我现在可能饰演的徐思 稍微有一些相似 我觉得徐思他是一个商场如战场人 在商场上非常老练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在香港的投行做了很多年 毕业之后就直接去了 所以他在商场上 对所有这种商场规则 对谈判拿捏的非常准 我正好也看到那一部戏 重温了第二遍看 然后发现饰演海尼拔的老师 所有事情的一点都不太慌 我甚至觉得他是反着来演的 非常从容淡定面对一切 可能就是一个眼神的转换 能立马get到他 其实想要表达的前台词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不要在台词上做点减法 一个眼神你就能让观众体会到 你想表达什么就够了 其实表演他就自己去感悟吧 看多了就懂 2021年现在还有不到时间的 不要过去了 回应一下这一年度的曹光时刻 其实每一部戏多多少少都有遗憾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其实开机拍了 可能人物抓的还没有那么准确 播的时候看到自己刚开拍的时候 可能还是有遗憾 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的反应 都是比较认可的满意的 这是让我非常惊喜的 欣慰的一点是 我觉得我自己每一部戏都有进步吧 那2021年对你来说是变得很大的一年 那你和家人还有朋友的关系 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变化就是见的比较少了 这次来上海拍摄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同学老同学 聚了聚餐喝了点小酒 哈哈哈 因为2021年确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提升的一年 或上升的一年 希望2022年呢也能接一些更多有质感的作品 目前我们也在谈许多的正在做选择 我粉丝跟我说的这些啊 仙霞啊什么的都正在考虑当中啊 大家不要着急 会演的 好的 仙霞是没拍吗 对吧 肯定要拍一部 差不多类型啊 也不一定完完全全的那种纯仙霞 然后呢 因为这部逆风我也跟制片老师老板们聊过 我想搭戏的老师都是老西谷 正好 他们对我也挺好的 都找了很多老西谷老师 大家看到我们官宣海报上的 其实还有更多的 有些没宣的 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然后未来呢 想拍一些现实主义题材 当下比较接生活接地气的 可能这种表演方式的话 也就更生活一点 偶像剧吧 也会吧 各位同学们 喜欢我的粉丝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祝大家在2022年 也就是虎年 虎虎声威发大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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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